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胜利解放 创造了我军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案例 当时国民党在海南岛上集结了10万大军 由抗日名将薛岳坐镇 构筑了海陆空立体化防御的柏林防线 对外宣称就是一只鸟也休想飞进来 那么我军是如何打破柏林防线解放海南岛的呢 综合各种资料分析大概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海南岛面积太大 海南岛的面积有3.4万平方公里 光是海岸线就有1800多公里 在如此长的海岸线部署防卫力量 10万兵力就显得太少了 而且国民党的这10万部队中 还有一部分是后勤保障部队并不擅长作战 这样一来防守的兵力就更少了 甚至有些捉襟见重 薛岳经过部署后也明显感觉到了兵力赤锦 就一再请求蒋介石增兵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无兵可调了 薛岳只能靠这10万兵力固守这么大的海南岛 实在是巧夫难违无米之吹 第二 海南岛上地形险要 因为气候环境等原因 海南岛上遍布着很多高山密林 光是海拔超过1000米的高山就有近百座 超过1500米的也有近10座 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 为什么能坚持20多年 就是因为有高山密林的掩护 在冯白居等人的领导下 一直坚持游击战争 最后坚持到了胜利 队伍也发展到了2万多人 我军发起全面进攻之前 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 先是偷渡过去一部分登岛人员 隐藏在深山密林里 等到全面战役发起后 这些部队与登岛部队里应外合 外围攻坚 内围搞破坏辅助战斗 最后拿下了海南岛 第三 国民党军早已人形涣散 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 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已经解放 国民党军心里都明白 他们已经无力回天了 继续顽抗根本没有意义 只会增加伤亡而已 而且这些守军 很多都是国民党临时抓来的新兵 对国民党根本没有感情 甚至心存怨恨 恨不得解放军 早点解放海南 因此海南岛的守军 早已是人心涣散 没有人愿意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在这种情况下 薛月即使构筑 再固若尽他的防线 也是无济于事了 第四 我军准备的非常充分 为了避免重蹈金门战役失利的覆辙 我军在进攻海南岛之前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 无论是攻击部队的规模 还是后勤保障 还是渡海部队的船只 都做到了万无一失 而且各方面都有预案 特别是总指挥叶剑英 在战前多次组织相关人员 进行了多轮研究论证 登岛作战的各个环节都有备份 遇到各种特殊情况 也都有处理的预案 可以说 把各种攻岛的情况都穷尽了 确保万无一失 这才正式发起了攻岛战役 因为准备充分 解放军打得非常顺利 只用了56天就解放了海南全岛 以伤亡4500余人的代价 歼灭守军3.3万余人 取得了一场完胜 好恨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